超過四十年歷史的臺北市新生和平天橋 是不少民眾的回憶 日前被拆除後 暫時放置在景晴二號公園 現場有民眾拿起相機拍攝 被拆除的天橋橋體 希望橋體不要被拆毀 戶橋團體就表示 希望保留橋體做其他活化使用 臺北市文化局則表示 有關民眾既保存的訴求 後續會跟新公處討論 被拆除了新生和平天橋橋體 目前放置在景晴二號公園 吸引不少民眾特地帶著相機 拍下橋體留作紀念 拍個照以後就沒機會看到了 放在這邊至少就會被拆解 做其他回收的用途 我想說趁他還沒完全拆解 之前好好的再給他拍照 當然天橋一定是 對於市民來講一定是一個回憶 因為畢竟是以前 就是會通行會走進過的地方 有民眾直呼新生和平天橋 過去曾是不少電影和MV的取景地點 也是臺北人的回憶 希望新生和平天橋的橋體 可以被妥善保存 目前有許多當地民眾 積極自發提出天橋 生保留再利用的計畫 希望臺北市府可以保留天橋 結構屋外 也能夠跨局處 合作溝通 廣納民眾的意見 共同建構符合社區需求 和想像的保留方式 護橋團體表示 傳出新生和平天橋 將在這個月底前被破碎處理 目前正積極和臺北市府溝通 期望能作為文化紀念的建物使用 希望可以跟北市府開場協調會 然後希望可以把各自行 至少讓相關的各局處 坐下來談這個事情 然後讓他們看到民眾的想法 然後希望可以11月底的時候 先不要把這個橋體做破碎 民眾對於一個抱存記憶的一個訴求 我想我們文化局不會置身 之外 還是會願意跟我們新公處這邊 跟市府的長官 這邊共同來討論 來去做後續各種可能性的一個討論 跟方案的處理的協助 民間團體呼籲 雖然新生和平天橋沒有符合 文化資產條文標準 但他具有許多歷史和文化紀念性質 臺北市府文化局表示 針對天橋橋體後續會跟新公處討論 在對外回應 記者原始郭俊麟 台報道